华人根深蒂固的农历七月祭拜习俗 志工透过辉邪话剧演出 长辈们有所体悟 吉祥月破除迷信 厦门慈禧志工在会所举办祈福会 志工分享普渡的真实意义 有那么多的苦难胜利 就是因为我们小次漏一块 他那个漏口语 所以普渡的真意就是 用普遍的爱心广度众生 如何广度众生呢 慈禧人每天都在做 减少口语解救倒悬 志工也用自己的精力 鼓励大家入宿 在这个之前我本身的话 也就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素食者 所以的话通过今天的话 也能让我真顺利感受到 其实素食吃素并不是说那么难 我们也可以从 就是婚的当中慢慢去过渡 以往被认为诸事不宜的农历七月 透过扇面工具 少一点迷信 多一些正性正念 大家新闻 这扇美志工 曾美龄 廖雅面 吕永昌福建报道